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第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昨天鬧得沸沸揚揚 外遇的風波 那就是趙天寧委員 不過他在晚間宣布他退選 宣布退選之後 就告了一個段落了 不過今天民進黨 再度的召開了記者會 要求馬文君 您是不是應該比照辦理 因為趙天寧 他是外遇而已 趙天寧有沒有削弱國家機密 沒有任何證據 可是他退選了 你馬文君削弱了國家機密 你是交給了韓國 這是有證據的 而且地檢署也在查了 也分案了 那為什麼馬文君不道歉 不退選呢 不過馬文君 他可是回應說 黃曙光你先來說明誰洩密 轉移這種目標 民眾會買單嗎 今天在外交國防委員會審預算的時候 趙天寧他沒有出席 馬文君他一個人就提了一百三十五個案子 超過了四分之一 將近三分之一 所以今天外交國防委員會審這個預算 可能就要審到三更半夜 那把官員都累壞了 把立委累壞了 誰害的 所以國民黨他則是繼續的追打趙天寧 他質疑趙天寧是不是有趁機洩密 質疑而已有沒有證據 我在這裡特別強調 馬文君可是有證據自己承認 把資料送給了韓國 現在韓國他們的檢察官已經起訴了 這些廠商 很清楚了 所以馬文君可以繼續選下去 國民黨好意思 但是在趙天寧退選之後 還要說趙天寧有趁機 沒有證據的講說他趁機 可能洩漏國防機密 那對於已經確實有證據 洩漏國防機密的馬文君 那為什麼國民黨不叫他退選呢 這種雙重的標準 每個人都質疑都在看 另外我們看到了柯文哲 昨天他抱怨說被國民黨逼婚 然後國民黨逼婚 可是我也要問 柯文哲有沒有逼婚國民黨 有沒有逼婚這個郭董呢 有沒有 沒有嗎 大家想一下 所以彼此之間在逼婚 可是逼婚 兩邊都在逼婚 那為什麼不成功呢 為什麼還在談呢 因為聘金 聘理說不成 還有要怎麼結婚的儀式 也說不成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侯友宜今天進一步說 欸 柯文哲你講清楚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 副手是不是我 奇怪咧 有這種講法 我今天倒是第一次聽到 不過我們看到了侯友宜 還有柯文哲 他們面對媒體互相的攻擊 我們看到了面對媒體 那柯文哲批評國民黨說 國民黨你們的民主初選項 批雙 喝一罐也是掛 喝半罐也是掛 所以你講說我們批雙喝半罐就好了 這樣子能通嗎 這種比喻有沒有隱遇適當 還是比喻的很恰當 所以換句話講 柯文哲根本就不想和 不同意的意思 是不是已經耀然由他的語言表現在 他整個內心的思想之上 所以面對我們看到中共 他現在激清楚力的 要來影響臺灣的選舉 所以對富士康被查稅 還有被查相關土地的利用 等等的時候 國台辦今天更進一步的 更離譜的罵耐清德說 哎呀 耐清德是無奈至極 他是用國家的力量 這樣子明明白白的 在罵我們的候選人 介入我們的選舉 那到底耐清德 他到底做了什麼 讓共產黨會這樣跳腳 所以換句話講 那共產黨的戒選 那到底他在支持誰呢 這麼多的議題 值得我們好好地探討來分析 接下來我來介紹 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二位是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我們的鄭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的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臺北市議員 苗博亞 博亞 詠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 王詩祺 詩祺 大家好 我們的高雄市議員 黃紹婷 紹婷 詠哥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王傑明 傑明 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外交國王委員會在審預算的時候 他整個的狀況 看個相關報導 我們的潜望鏡已經來了嗎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單刀直入 詢問海軍 海昆浩的潜望鏡來了沒 明年度的潜艦國造進入預算的深水區 國防部編列了39億 馬文君提案凍結其中的3億 要等國防部專案報告之後 再來考慮要不要解凍 遭到其他委員反對 我們的潜艦國造是何其困難 各國要來協助我們 要冒著很大中共的經濟制裁跟阻撓 各國要來協助的是不是說 那我看你們選 我們再來看看吧 那如果黨的成功的比較多 那看大家就不要玩了 那立法院在這個時刻我想更應該 展現跨黨派的對國軍的一個支持 錢都已經丟下去了 如果現在把它停下來 或是有一些保留的話 反而會一切歸零 民進黨立委員們接力勸說 希望馬文君改變態度 展現國內不分黨派支持潜艦國造的立場 眼鏡這段拼表決也沒有機會 馬文君的態度軟化 同意用主決議的方式監督國防部 不凍結預算了 我們現在只要知道他的進度程序 就這麼簡單而已 沒有人要為難 我同意趙委員的建議 我們改主決議 馬文君強調自己是善盡監督的職責 但光他一個人就提了135案 預算的刪減或凍結案 其中14案是機密預算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點名他 施壓委員會專委 不能先給其他立委過目 破壞立法院的默契 敢做又怕人看 馬文君恐嚇 馬文君委員會的專門委員 你敢拿出以後就告你 敢提案不敢給人家看 這也奇怪 對啊 這是一個立法院最荒妙的一刻 這個後面有沒有中共影子 不會要問外委會吧 我不知道這個是 總之要很有權力的 他不會 那因為這樣是時候你退選啊 外交國防預算 牽動台灣的程序 這回省預算 馬文君也再度成為關注的焦點 來我們看一下相關的這些新聞報道的大標題 馬文君說 岸海的戰術他提出了 他要煽動明年的國防預算 邱國鎮說監督是委員責任的和平處理 說哎呀希望給我一口好飯吃吧 我們希望潛見國照是好事一雙 盼能夠平和的落幕 那現在民進黨團呼籲馬文君要退選 因為這一次的選舉是護國與賣國的選擇 馬文君 結果馬文君怎麼回應 他說請黃曙光出來說說明 他為什麼請黃曙光說明 你自己是不是應該先說明 把資料交給誰 資料怎麼樣 為什麼你會交給韓國呢 他也不講 這這個時候 江啟臣說 馬文君洩密案事件 不是已經去提告了嗎 再拿出來是想轉移焦點 綠營不要雙標治國 可是對於趙天寅的事件等等 我們看到底哪一檔是雙標 綠營審國防預算 馬文君一個人三檢動一百三十五案 綠營痛批說 洩密賣國應該退選 綠營外交國防委員會綠營八勝三拼連任 下屆面臨大換血 這個是相當相當對綠營來講 相當危險 我們再看看提案不敢給別人看 柯建民報說 馬文君恐嚇外委會的專委 其實這個外委會是包括國防 外交國防是在一起 我要讓大家瞭解 所以呢我們再看看 民進黨說貪污泄密性騷家暴 沒有道德底線 國民黨都視而不見 哇 國民黨有很多貪污的 泄密的性騷的家暴的 為什麼國民黨沒有道德底線呢 那批燃寧對馬文君泄密案視而不見 民進黨說應該向國人道歉退選 所以現在兩邊尬起來的時候 我們看看那自由時報的專欄 怎麼說 胡怎麼說 他說趙天麟踩紅線綠營立長 馬文君在紅區 已經進入紅區了 然竟然中賞來全部支持他 這怎麼一回事呢朗洞 對 其實雙方道德標準 真的差異非常大 趙天麟他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說 他有泄密 雖然國民黨一直要去抹黑他 但事實上呢 他跟中國籍女子的一個外遇事件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說這外籍女子是什麼中國間諜 都沒有 但是我們基於說他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應該用更高標準去看 而且這個不是綠的是斬他 其實退選這個決定是趙天麟他自己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他自己決定要退了 他想了就覺得未整個大局他要退嘛 可是馬文君這個事情 有沒有把資料給韓國 有 然後韓國政府有沒有因為這樣子去呢 這個起訴了幫助台灣的這些工程師 也有 這件事情有沒有被國際媒體認證 也有 從陸透社啊 從英國啊 到美國到日本的軍事專家 也都說這個潛艦海空艦是能打的 是有戰力的 只有馬文君呢 他就一直在那邊說 這個破銅爛鐵啊 這個棺材啊等等 所以當證據已經那麼確鑿的時候 紫殺法律上面的相當因果關係 要檢調去證明 就可以表示說這個馬文君 他是有洩密跟外患罪 那國民黨是全黨挺一人 而且馬文君還把整個臉書的留言 全部刪除 關掉 因為他原本是用三留言 就發現刪不完 大家都在罵他 所以他用一個做法呢 就是把整個留言全部關掉 完全不接受外界批評 他現在就覺得說 好 他就藉由一百三十五個 三玉專案提案 去要挾國防部 藉由威脅國防部 找國防部麻煩的方式 就是希望他更多泄密的證據 不要被貪出於事 覺得說他只要臉皮夠厚 撐破這一波 大家就忘記這件事情 但是潛艦關乎的是臺灣的國防 臺灣守護民主跟自由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這樣算 所以我覺得當國民黨 所有人都上了馬文君 這艘船的這個時候 當全體臺灣國 臺灣人都知道是說 這事情已經影響到 臺灣整體的國防安全 我認為可以看得出來 藍綠兩長在道德標準上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施琦 其實我們如果來看這一個 外遇中國女子趙天霖 昨天深夜宣布退選立委 外遇沒有認得證據說 這個外國女子是間諜 也沒有認得證據說趙天霖 她洩密 可是馬文君是現在都被已經立案調查 馬文君是高檢署立案調查的對象 而且這個馬文君被質疑說 你有洩密的疑慮的時候 是人是實地物 全部拒全 指得清清楚楚 然後現在他還有臉 在臉書上面做圖 然後砲打趙天霖 還罵說趙天霖你有沒有洩密 哇我真的是大開眼見 一個人可以秀下線 毫無止境的不斷的往下秀下線 離譜啦 我剛剛就在講說 全台灣誰都可以罵趙天霖 就你馬文君不可以 你自己本身就被懷疑是洩密者 你還洩到國外 被質疑洩到韓國 這還是你自己承認的 對啊我有拿資料給韓國駐台 這個代表處 你怎麼會有臉去質疑趙天霖 更何況你有什麼樣子 基於怎樣的證據 質疑說趙天霖可能有 在什麼人是實地物 好你懷疑人嘛 那實地物呢 卸了什麼密 你總是要有一些根據你才能夠提出這樣子的指控 他完全沒有 但是趙天霖倒是還蠻 我覺得他知道了人家在攻擊他這一點 他今天就直接在立法院說 好啊我願意接受國安調查 我邀請你馬文君一起來 一起嘛我們一起接受國安調查 因為他因為趙天霖自認自己是完全沒有任何可能性 但是他自己口說 這個這個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取信於大眾 所以他願意接受調查啊 那你馬文君敢不敢呢 那你馬文君自己沒有辦法講清楚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扯 叫黃淑光出來講 你自己的清白自己不捍衛 還是因為你無法捍衛 而且我要講一件事情 今天柯建民在我的節目上面講 他說呢 這個馬文君不是提了一百三十五個國防預算的這個這個山洞 等等相關的提案 因為國防的預算有這個公開的跟這個密密 機密的機密預算當中 只有兩個委員有提案煽動 一個是廖宛如 一個是馬文君 好 那你提了這個案子 通常啦 你要提這些案子 當然是因為你覺得自己站得住腳 很有道理 但馬文君不是 馬文君跑去恐嚇了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一位參事 告訴他說 你不准把我的提案公開 你再公開我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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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柯建民就覺得 怎麼會有委員提案 不可以公開的 應該要 就是你起碼要讓你刪減的對象 國防部 國防部必須知道 否則你國防部根本不知道說 有人要刪我預算 然後可是我卻不知道 有這種事嗎 可以這樣嗎 當然不可能 對嘛 那可是馬文君說不准讓人家知道包括國防部不准知道我的提案 離不離譜 然後後來結果呢 柯建民就跑去協調啊 招委這個何志偉啦 或者是然後後來柯建民還跑去找了立法院的秘書長 沒有辦法因為馬文君不肯讓步耶 我說這個說不通 我覺得立法院要處理 哪有人家立委提案跑去恐嚇委員會的這個這個公務員 然後說不讓被刪減的單位知道說有人要刪我預算 你總是要知道了之後你才可以去找委員溝通告訴他說這個東西有必要或者是這個東西我可以拙量縮減 你總是要給人家一個東西你才會你才能夠去溝通嘛 你是直接不讓人家知道斷絕了國防部溝通他自己的預算的這個權利 這個立委有沒有濫用自己的職權他才應該第一個暫停職務 然後停職接受調查 這是馬文君 我們看到了馬文君的這一些在立法院的大家可以不客氣的講 叫離譜的這一些行為 所以我們讓大家看櫻桃色風波退選的立委 國民黨呼籲趙天宁說你要暫停立委職務接受調查 那請問馬文君要不要暫停職務接受調查呢 為什麼國民黨不講話了呢 我們看看他們現在又提到了說 有一個影片是鄭文燦的 鄭文燦他提告了 他曾經跟女子親密影片 這一些齊三點反擊說 我根本就不是影中人 不要找一下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用剪接的方式來影射是他 所以我已經請律師提告 所以要注意這個提告 如果真的是他他會有誤告罪 那鄭文燦會更慘 所以鄭文燦他說他坦蕩蕩 不但提告 而且非常的清楚 他說他說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要製造看圖說故事的效果而已 而且他提到說是那麼多年前的影片 你看他故意用把它遮起來 所以大家看看那麼多年前的鄭文燦是這麼瘦 鄭文燦是最近在胖起來的啦 他的胖周瑜是後來當市長才開始 胖起來啦 所以我們看到國民黨呼籲這個的時候 那人家趙天林是坦蕩蕩的 所以國民黨主張趙天林要暫停職務 然後接受調查 那他為什麼不主張馬文俊 所以你要比照辦理呢 為什麼這樣子呢 佩文姐怎麼來看 其實我看這兩件事是兩回事 趙天林因為他這個外遇 所以說惹出這樣的退選 但是馬維鈞如果照剛剛這樣講又泄密 又外患 淚亂外患 然後又除了泄密之外還賣國 他不只要不只要這個暫停職務 我覺得應該收押近見吧 你知道我上次講應該抓起來 講難聽話 就是應該把他就暫停職務 就是說立法院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然後這樣做 我覺得他的問題比趙天林嚴重 你知道趙天林就是說一個中國女子好了 大家就這樣懷疑他 那馬維鈞如果向大家控訴的外患 泄密 賣國 這個真的很嚴重 那立法委員就算他現在的立法委員 過去也有立法委員在限職的立法委員 因為案子然後被收押的也有 有有有 就是說為什麼馬維鈞立法院不能這樣做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大家就讓他在那邊 剛剛像時期說的 他在那邊指揮來指揮去權很大 然後而且好像影響力也蠻大的 為什麼大家不敢用這樣的方式對付他 就是說你既然叫我停職接受調查 那馬維鈞那個已經超過這個了 所以不只停職就應該他就應該立刻就把他這個真的 講難聽的話收押禁見都不太過分吧 所以我不太懂立法院的那個那種規矩 可是我覺得他的情況跟趙天寧 目前的情況來說比趙天寧的嚴重 那為什麼不能處理 那比趙天寧嚴重 那國民黨竟然他們自己嚴重的不處理 也不提出任何說要怎麼處理 結果要反而要人家不嚴重的要這樣處理 國民黨那位委員 委員護著他 我想可以理解了 但是問題是立法院也有你知道也有規矩嘛 就是說這樣的委員是不是可以處理 我比較好奇 不過這個因為委員如果他自己不處理的話 講個實在話還是要司法機關來處理 那司法機關如果偵查也沒有動作 也沒有說把他收押禁見等等的話 那真的他權力還是要繼續行使 所以所以我覺得這個才 這個是各方面的問題 像他這樣 而且他他不但這樣還指揮來指揮去 換句話說他覺得他根本沒事 我覺得這個才叫做問題 就是說立法院為什麼不能處理他 這個立法院的紀律委員會 其實講實在話 大概只有處理了這個羅浮柱那一件 就是羅浮柱打李慶安的那一件 那紀律委員會 講個實在話 因為紀律委員會是 因為他涉及的是叛國 洩密 因為紀律委員會 他基本上像這個東西 他說 沒起訴 如果起訴也無罪推定 所以他是按照各個政黨 組成的紀律委員會 這個紀律委員會講實在話 紀律不張啦 規則帶 對啦 規則帶 我是不敢講 但是紀律不張 不過 少年 你看我們都很奇怪 趙天寧踩了這個紅線 踩紅線喔 他當然有個小三 有小三是不應該啦 講實在話啦 有夠雖然小三剛好又是中國的啦 你也不應該啦 不管是不是中國的都不應該啦 應該是這樣講 但是因為他這個小三是中國 你又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綠營立長 這個耐靜德講了一句話 我們不會為了保立法院的席次 而犧牲了民進黨的原則 所以民進黨的原則比席次重要 所以我們寧可在席次上面 在選舉遭遇困難 我們要維持這個原則 所以其實綠營就立長趙天寧 趙天寧自己也趕快這個退選 可是馬文均在紅區喔 藍營是重賞 你也拜託 這樣就不就 重賞 我不知道國民黨賞給馬文均什麼 全部都幫他講話 在這一些啊 而且他的提案 國民黨還支持 我說一個最簡單 民意代表當這麼久了 我們來看這一個 馬文均居然恐嚇外委會 就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專門委員 敢提案卻不敢給別人看 還找外委會的趙委何志偉要溝通 說不給國防部看 你要刪國防部的預算 說不准給國防部看 國防部不能知道 然後呢 這多離譜啊 令人懷疑背後有中共的意志 所以啊 有人就這樣講 有人要刪預算 我說我要刪你的預算 你不能知道 拜託 民意代表有這樣嗎 永古 這裡兩個議員在這裡啦 刪預算也是在會議上刪嘛 你也不會寫提案就可以刪嘛 所以早晚都會公開嘛 我們提案說要刪的時候 就要讓人家知道 我要刪你哪一個科目 哪一條錢 刪多少錢 你提的時候 就要讓人家知道啦 哪有人說不給人家知道的 大家民意代表做那麼久了啦 你要刪預算你寫提案 這不是命件嘛 你們馬文君問什麼說不給人家看啊 馬委員的態度怎樣 我們都不是現場這個當事人 我們就不用評論到底 他到底講了什麼話 這是傳出來的話 這不是傳出來 這是立法院裡面的 不是傳出來的 就別人講的 第三者講的嘛 我們都不在現場嘛 不過你要刪預算 絕對是在會議上刪嘛 不能寫的提案就刪嘛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我們話講回來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其實國民黨在今天記者會針對趙天霖委員 其實那個邏輯跟一兩個 這一兩三個禮拜 針對馬文君委員是一樣的邏輯啦 邏輯就是說現在大家說馬文君把資料 外洩到韓國 韓國有可能會給大陸 那所以會造成國安問題 不是給韓國本身就 不不不 我那個 我叫跟你提一下 給韓國的本身就是國安問題 好 沒關係 就是給韓國 不是說給韓國 本身就是國安問題 好 用我先講這一段 那給韓國是什麼時候給的 四年前就給了 那一面相同的資料 也給了臺灣的檢調單位 給了四個單位嘛 最近悉尼除了臺灣的檢調 都在捆嘛 沒有四年 都沒有查嘛 這幾年嘛 去年一月 沒關係 就這幾年再查嘛 去年一月 好 那就如果說這去年一月到現在 將近快兩年嘛 一年多了嘛 除了臺灣的檢調單位都沒有動嘛 不然你如果查到馬文君所給的資料 有任何的步伐或洩密 早就該調查了嘛 因為檢調也不知道他洩密啊 他現在還要自己承認啊 所以我們 黃政威獎 我們才知道啊 給資料是給資料 有沒有洩密 是另外一個判定的問題啊 我們都不是判定的人 不是啦 韓國已經起訴說他洩密了啦 因為那個是機密 你拿給 拿給臺灣的啦 他不是起訴馬文君 他是起訴裡面的工程師 裡面的細節 我們也不知道嘛 好 話講回來啦 現在講趙天寧委員這個部分嘛 趙委員 那他是國防外交的委員嘛 那我們不是常常講嘛 那我們跟對岸中國大陸 是不是有很多的 不該要有的一些互動 會不會把一些情資漏過去 我們最近經常在說的 不是說國防外交委員會很多秘密會議啊 那趙委員都會參加這些會議啊 那他跟這位西姓女友十年了 到底有沒有把一些資料過去給他 這個當然是值得要去調查看看嘛 所以調查而已 也沒有判到罪啊 那所以我覺得邏輯都一樣的 馬文君 現在也在被調查當中 如果司法檢調覺得他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也有在會期中被被抓去看守所的 也有啊 前陣子某個案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質疑這個啦 好像我覺得有一點像在尾馬救趙 或者尾馬救鎮 感覺起來是這樣 因為昨天發生兩件 不過是這樣子啦 我要提的一件事就是說 那今天很多人包括記者問趙天寧說 你要不要接受調查 趙天寧說我接受調查 沒有問題 可是馬文君為什麼從來沒有講說 他要接受調查 已經調查中啦 用狗 那個是檢察官主動辦的啦 就有在辦了嘛 那馬文君為什麼不敢接受調查 他自己講說我願意嘛 他連願意兩個字都不講出來嘛 用狗你是司法官出來的啦 今天如果檢察官已經在調查 他覺得馬文君需要配合調查 除了馬文君拒絕嘛 你新聞講出來就好嘛 如果要調查馬文君無法拒絕 對啊 可是馬文君自己要把意願講出來 這才是重點嘛 我覺得這已經有一點說來說去啦 這不是說來說 這是他的態度 主動權是誰 沒有啦 主動權馬文君也可以主動 那如果檢調覺得不用去調查 馬文君因為沒有事呢 我告訴你 馬文君沒有去抗拒啊 人家現在就是在問說你的坦蕩蕩的行為 馬文君沒有坦蕩嘛 問的是這個啦 馬文君從頭到尾 趙天寧是坦蕩說我接受調查 為什麼馬文君不敢坦蕩 而且他的資料還這麼多 已經自己承認交給韓國 他為什麼不敢講說我坦蕩接受調查 為什麼不敢講 要問的是這個 不是講說 司法單位已經在調查 不是這樣子啦 我認為他蠻坦蕩的啦 因為任何問題 他都有在回答 他沒有一個問題 沒有回答 所以就是坦蕩 不過這個實在大家 大家有 這個有整個跟客觀事實認知的差距 我應該是這麼講 不是主觀 這不是我主觀 這是客觀事實的這種認知的差距 不過傑明 你怎麼來看 我想要什麼 違馬就造 這實在太誇張了 因為馬這個所謂的馬文君的一百三十五案 是現在進行事 所以就是說 這是馬文君出了一個新市證 他提出了一百三十五個案子 而這一百三個案子呢 竟然被這個所謂的要凍結預算的對方並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把他討論 那為什麼他 為什麼不讓大家知道呢 因為他之前每次凍結的法案 一上了這個媒體 基本上是不堪檢驗嘛 所以他當然不敢說 所以哪有什麼違馬就造 這兩件事完全不同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為什麼要黃曙光出來說 因為有傳出 北檢 就是高檢 有要請黃曙光去接受調查 也許已經接受調查了 這也是讓這個馬文君一定不安嘛 所以他用一百三十五案去逼迫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讓黃曙光你到底去點掉 你說什麼 讓我知道 因為這個如果真的成案 這個刑則可能不低喔 這是洩密案喔 所以意思就是說 馬文君要利用質詢 沒錯 黃曙光的機會去刺探 掙探不公開的利益 沒錯 對 他就說黃曙光你到底 這個調查你講什麼 因為已經有傳出來 黃曙光是有已經被去約談了嘛 已經開始全盤已經講出來了嘛 那資料黃曙光也知道嘛 要不然黃曙光不會隨便脫下 有些立法委為了一起芝麻小利 那麼這個破壞了這個台灣的 這個國防外交 對不起喔 這個事情可大的 因為潛艦是台灣 現在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然馬文君擔心啊 他做這麼多事情 就一句話嘛 要黃曙光講 你到底講了什麼事情嘛 這第二件事 好 我們第三件事跟他講喔 這現在是高檢已經收集證據囉 還有剛才這個紹庭 可能有個地方誤解很大啦 因為呢 剛才你所提到就是說 這個北檢是不是進行 有沒有進行當中 其實案子呢 說這個之前都沒有調查 錯了 黃曙光自己承認 就是因為這些案件 他已經被調查超過八次了 所以檢調是有動作的 所以還有傳言說 所以黃珊珊才說一句話嘛 我要你哥哥你要講清楚 你是清白的 那黃曙光就說 我們疑似家裡面 有多少的軍官 我們當然疑似親民 就是這個檢調的問題 馬文君自己也說 請這個國防部來做說明 有關這個密件部分 有關調查結果是什麼 好 這個國防部 也到他的位置上面 跟他解釋 這個案子是怎麼進行 哪有沒調查 白紙黑紙流血 你上次谷歌都有 所以我們講 檢調已經調查 這件事情在國內是沒有問題 但是這是因為機密文件 這牽涉到韓國的 秘密的一些武器 我們要到台灣 還有包括哪些這個技術人員來台灣 而韓國不知道 所以這些人要嘛就被起訴了 好 我最後做一個結論 國民黨在秀下線 國民黨在秀下線